大家好 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我是汪哥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小宝宝大战三个劫匪的故事 小鬼当街 小宝是个大土豪卡维尔夫妇的独子 最爱看的就是这本漫画了 卡维尔夫妇也是豪气冲天 给自己儿子请个三个摄影师拍照 没想到摄影师被三个劫匪打晕了 就这样 劫匪扮成摄影师 进入了他们家的豪宅里 劫匪老大说 小宝妈的衣服不好看 大人们全都跑去忙活小宝妈的衣服了 而小宝也成功被三个劫匪抱走了 当然了 被拿走的还有小宝最爱的漫画 并留下一张勒索纸条 让小宝妈准备五百万赎金 小宝妈立马报了警了 这边几个劫匪把小宝劫走后 为了哄他忙得团团转 劫匪读故事书孔拿睡觉 小宝没睡着 劫匪就睡着了 一只鸽子吸引了小宝的注意力 他想到漫画书里的鸽子 笑得那个开心的 于是爬出窗台去追鸽子 等几个劫匪反应过来的时候 小宝已经爬上了屋顶了 等几个人追出去时 只见小宝顺着一块木板爬到了对面楼 翘起的木板还砸晕了劫匪老大 几个人又继续追踪 晕乎乎的劫匪老大掉下了楼 幸亏下面有个垃圾箱了 等劫匪再次看到小宝时 小宝已经爬上一辆公交车了 没错 这辆公交车也在漫画书上出现过 几个人赶紧追了上去 那可是五百万呢 等他们追上公交车时 车上却没有了小宝的身影 原来小宝已经爬进了一个胖大婶的篮子里 几人想将小宝抱出来 那胖大婶以为他们是想抢自己的东西呢 将几人狠揍了一顿 等几人好不容易逃脱魔掌 小宝又不见了 小宝一路爬到了一家育儿所 被护理员抱了进去 但是好像这里不太好玩啊 于是小宝坐着顺风车越狱了 几人经过一番寻找到了动物园 没想到的是 小宝坐在了星星的笼子里 三人一靠近小宝就被星星一顿收拾啊 小星星还拍着手掌开戏 收拾完三个结尾后 星星一一不舍的送走了小宝 几人继续追踪过去 在一片灌木丛旁边发现了他 为了抓住小宝 几人又钻进了灌木丛 结果小宝顺着管道爬走了 都来都去啊 几人终于抓到了小宝 却遇上了两名警察 结尾用衣服将小宝盖住 为了防止小宝出生 还捂住了他的嘴 小宝则报复性的抓住了他的要害 还摸出了搭货机烧他 结尾真是有苦说不出啊 再偶下去就变成烤猪了 等警察一走 揭开衣服一看 哎呀 果然裤子上起了熊熊大火呀 结尾老二为了灭火 一脚踩下了老大的裤裆啊 真是隔着屏幕都觉得疼啊 等他们反应过来 小宝也早就跑了 几人又追着小宝去了工厂 结尾老大被精灵的小宝 困在了安全绳上 另外两个则被水泥泼了一身 而小宝妈这边跟军漫画 推测出小宝要去老军人中心 他们立马赶了过去 小宝果然在那里呀 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 而三个劫匪 也在小宝的指人下 暴露了老巢 三人被警察抓获 这个故事虽然笑料满满的 却也说明了邪恶中会被打败的 还有各位宝妈们 也要好好看管自己的孩子哦 好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